阿里昂96.3原住民族广播电台 开台近一个月 平常只能在空洞见面的广播主持人 一号在原文会举办的见面会上 23位广播主持人 4位导播 难得面对面交流 联系彼此感情 今天我真的非常高兴 能够看那么多的主持人 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在原住民广播电台 主持节目压力非常的大 因为你必须要把很多的人 抠在你的节目当中一起来收听 平常其实互相遇到的机会不多 因为我们就当然 各自只是录自己的东西 今天就是一个比较少有的机会 可以跟大家也是碰面一下聊天 开台自尽这也是头一次 让阿里昂96.3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 分享团队的工作内容 那声音带出来的讯息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 很希望说这个台是属于原住民族 广大社会的台 那我们是借有这样的机会 把这样的讯息 跟我们的主持人们分享 阿里昂96.3原住民族广播电台 节目内容 包含音乐娱乐 美食烹饪 社会关怀 观光旅游等15个主题 不只是台湾第一个 全国性原住民广播电台 电台节目内容 使用16组语言 更创下广播界空前记录 语言使用策略维持40%族语 60%汉语方式 其实完全不懂族语的族人 也能轻松聆听 记得先让大家打扣 台北市采访报导